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迎接庞大人潮 也提出了高规格的安检要求 像是这个 场柄的雨伞 不能带进去 因为它就是怕 你带进去之后 很有可能呢 会这样子 去磋伤了其他粉丝的眼睛 不知场柄雨伞 还有自拍棒 超过A3大小的行李跟包包 都无法带入会场 另外玻璃制品 折叠衣等物品也都不能带 被网友形容安检规格 有如登机一般严格 还好吗 基本上演唱会的话 都是这种规格 所以你只要可以接受就对了 开科技 因为演唱会擅长人潮 也因此积极在A18高铁 桃源站一号出口 当天晚上止进不出 同时在旁边的地面层 这里会有排队人数的 第一层管制 还有大厅层 则是可以排1500人 月台层是容纳1000人 等于是分三层管制人潮 车站内所有的颠覆梯 都会来做一个禁止的动作 以及要固定 而高铁也有输运措施 两天演唱会晚间 桃源站市情况机动 加开全车自由坐列车 同时车站内也会 加派人力协助输运 尽量让歌迷能搭上车 平安回家 桃源报道